新聞專題獎得獎的是 欸 這要不要用台語念 富霞 正行榜 恭喜 我們請團隊一起上台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梁老師 來 恭喜 謝謝大家 謝謝評審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本身是客家人 對 然後這個台語呢 真的 這裡有催淚瓦斯 好 真的 很謝謝帥雄 就是因為一開始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自己可以用台語配音 對 然後就是帥雄引導我 然後教導我怎麼念台語 我現在 我真的是非常開心 對 然後我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拿到這個獎 帥雄跟我說入圍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 自己真的可以做到 然後還有 辛苦大家 對 就是謝謝老師推薦我來PayPal實習 然後真的學到很多 然後認識很多人 我想這就是做新聞裡面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認識很多人 然後辛苦我的組員 就是他們陪我一起 就是東奔西走 對 然後 還有就是 我覺得在座的公民記者 就是入圍就是肯定 然後大家都很棒 然後要 永遠不要忘記 為什麼做新聞 對 然後 得獎只是一個起點 我想我會繼續努力加油 對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PayPal 這麼多年來 然後我們 就是在台下其實也很緊張 指導同學做新聞這麼多年 我覺得每一年 我都會遇到一些很棒的學生 那可以入圍到最後 其實你都要有一個新聞魂 那我們剛才講到很多主流媒體 跟這個像PayPal這樣子 我們公民記者 很多時候你要先成為公民 那你自己要做過公民新聞 有一天如果有機會成為記者的時候 你才知道 你知道你要做什麼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用台語配音 那我們的同學他很感動 是因為他到了這個PayPal實習之後 發現自己可以用台語來配音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很大膽 用台語去配音 參加這個競賽 那 俯成正興幫 我必須要簡短的講一下 他其實這個故事呢 是在台南的一個非常窄的一條街 因為有這幾個人 在正興街上 他翻轉了整個街道 成為現在台灣一個非常出名的一個小街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到台南 歡迎你到這個正興街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